大家好 我是阿龍 今天來 除草 也就是這個蒜的草 這個長了很多雜草起來 那我這一次就是 要把這個草除掉 然後再做施肥 然後再做一件事 然後再做一件事 來拍攝 我可以看到 這件事 還有我就是 做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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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啊 現在 這個草已經除好了 那我中間有稍微 種一點小勾啦 啊這個 蒜 種比較密 所以說我 開一點小勾 啊然後 用有機的從旁邊 撒 他根比較不會去傷到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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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啊 這個肥料已經 放在鍋鍋裡面 啊 我們就 旁邊的土跟他稍微抹上來 抹平就好了 就這樣抹平 有蓋過就可以了 就 Aha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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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不是在那邊 等著我 而且 我要靠 我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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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肥料啊,我們把它蓋完之後啊 因為剛下肥啦,那就是這幾天要記得要多補充一些水 讓它這個肥料融化 然後讓這個蒜根部會吸到肥 後面它才會迅速快速長大 這一段時間記得要常常澆水 今天這個蒜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,拜拜